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技術 我們都說 JavaScript可以把它踢掉 你看看端端現在用的很少 很多很少已經不是主流了 那JavaScript是主流 但主流以外還有另外很重要的是 一個什麼技術在看端端 我們JavaScript跟CSS配合起來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知道AGS這些都是看端端端 可是另外還有一大套 我們這個課程裡面都沒有談 就是什麼樣的技術 我那邊看端端端還有沒有 那你在網頁查看端端端端的 Flash Adobe 他在看端端端的Flash 就是成 salt 那他用的Flash又有類似要 大寪圖的一個語源 那叫什麼語源 Action Script & y pray rix Напр였 這一套是 那flash的話有信 wisely 你可以下載一個一個 市右板也可以 可以玩一玩Flash的界限 沒那麼困難 但是要做好那是要花些時間的 但是那是蠻主要的一個技術 像Youtube上說Flash Video Flash的技術也是很重要的一個 再來動態網頁的Client端 那Client端當然重要 另外還是伺服器端 伺服器端的話 技術就更多了 就Client端要求連線 伺服器端的網頁跟程式送給用戶端 程式包含了JavaScript的程式 包含可能Flash的部分 那這都送到用戶端然後呈現 那伺服器端的網頁技術那很多了 我們ASP、PHP、JSP 這個是傳統的 傳統的 傳統的時候ASP出來 然後ASP、DoneNet 微軟的技術有加DoneNet 意思是代表什麼 DoneNet這個東西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其他的概念 微軟本來沒有DoneNet 對,點Net、點Net 後來很多都點Net了 那有這個點Net跟沒有點Net 沒有DoneNet跟有DoneNet 這兩個世代是差異差在哪裡 畫面是很好的 畫平台,對沒有錯 這是最正確的答案 畫平台 畫什麼平台 就是說 其實DoneNet的概念就是Java Virtual Machine的概念 因為微軟在Web這個上面 它在Java出來以後 就微軟整個所有的 所有的過去的技術 它都是直接翻譯到 直接翻譯到Neg或其他不同的CPU 翻譯到那個機器的機器碼 那Java呢 Java它翻譯 它的高階語言翻譯到什麼 翻譯到Java Virtual Machine的那個機器碼 Java Virtual Machine等於是個硬體的機器 對,它有使用一些硬體的指令 可是它翻譯到那個機器的機器碼 然後呢 再由那個機器的機器碼 翻譯到真正的 不同的硬體的機器的機器碼 對 所以Java的話可以跨平台 是因為它有一個虛擬機器在這裡 那微軟以前沒有這個虛擬機器的觀念 那它看到Java也滿成功的 然後它自己也承受到 它沒有跨平台的壞處 微軟的每一個東西 它越來越不相容 它每一樣東西都翻譯到不同的機器碼上面 機器的機器碼 真正的硬體機器碼 對,就是Downnet它可以跨平台 對 所以HPDownnet是 是HP裡面的比較後來的一個版 那PSD我們要談 JSB是Java的SERVER PANCH 是它後面的程式碼 是Java 那HP的話呢 用VVScreen居多了 那PSD的話它自己能靠 那也類似Java 類似Java 類似Java 類似FIR的這個 這個一個 這個裡面 那 那這種動態網頁技術的 除了這三個以外呢 最近又有一些比較 所謂比較熱門跟雨的配合的 那大家稍微知道一下吧 如果是做開放 平台開放軟體 大概會用到另外兩個 這個 一個叫做 一個叫做 一個只要看到是ROR Ruby on Rails Ruby on Rails Ruby是個椅語 Ruby on Rails 那另外一個呢 是叫 Ejango 他用語言是Python Pyt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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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wen Python Python Python是大母蛇 他的這個書上面 講拍照書上面就是一條蛇 蛇的意思 Ruby是同胞 這兩個語言 一個語言叫Ruby 另一個語言叫Python 這兩種語言都是不嚴謹的 不嚴謹就是規定很鬆散 Gyavascript 相對Java的話 Gyavascript就是不嚴謹的語言 Gyavascript就是很鬆散的語言 BHP要用的語言也是很鬆散的語言 就是比較限制沒那麼多的語言 比較容易的語言 就是 開發的時候寫的比較簡單 Ruby跟Python 這個是更簡單 更簡單的 有時候大家會覺得幹嘛 因為我們有時候被限制慣了 被限制慣了以後 我寫東西就一個一個這樣 可是你寫起來就比較長 可是當一旦P 不要你限制的時候 到底該怎麼寫 有時候會有這種困擾 但是如果你很熟悉它的語法的話 開發會比較快 像Ruby跟Python 開發會比較快 那這個 Ruby on Rail跟Django 是另外兩套 framework 類似SPH 那這些都是 或者是屬於 或者說玩家 或者是有些人要接Pace 或者有一些 像Google裡面 他用很多東西 就是Python 那Ruby on Rail 是 快速開發的時候 這兩套是 都可以上售的 因為它下面都是 HTDP 要生產生的都是 缺沒有 然後這個 那開發用什麼 還有一些 這個 JRsquid跟CSS 其他人也是用一樣 所以這種狀態的東西 基本上 它的概念架構都是一樣 當然 有在新的環境裡面 它有一些 有一些比較複雜的東西 我們後面會不會再提到 那其實 一貫用海技術 也會碰到那種新的問題 那所以 它的運作就是要求連線 伺服器 把這個網頁 經過後面的 CGI程式 後面程式 其實我過去 統稱是 CGI CGI的意思就是 CGI的意思就是 Common Gateway Interface 在這個 再來是 ASP這些東西 通通還沒有出現之前 好像我們 這個十幾年前 剛開始上 Wipe程式的時候 ASP 這次都還不在 都還沒有說 我們寫的就是CGI程式 那時候最常用的語言 就是Perf 那怎麼辦 後面沒有ASP 沒有接你怎麼寫的 那沒有關係啊 我一個HP 快時來以後 我這邊只要寫一個程式 就傳來傳上作業系統 Apple 80 然後我寫一個程式 用加碼寫也可以 因為Perf 寫任何語言都寫都可以 然後我自己來處理這個 然後我再傳來這些網頁回去 一樣 那用了PHP 用了ASP 用了GSP 那我叫遵守 PSP GSP的語法 他幫我再把那個東西 再翻譯成 內台機器所認識的 這個機器語言等等 然後再幫我再傳回來 他把很多東西 變得更高階 用了ASP GSP 以後 其實是變得比較容易了 過去用那個CGI來寫的時候 其實碰到最大的一個困難就是 問題啦 那都困難 困難它是比較多說 其實這程式比較多說 那碰到問題是 安全性的問題 那像SBGSP 安全性它會幫我們 處理掉很多 當然現在仍然是很不安全 以後後面我們會有幾張課 專門打安全 仍然是不安全 因為它到上一層 又有上一層的安全的問題 但是比過去來講 是相對於安全一點 所以這個是動態網頁在伺服器端 也有這些技術 那 那用戶端的網頁 如果是用戶端的動態網頁技術 可以 節省伺服器端的負擔 這句話原則上是對的 但是我真正的動態網頁的技術 我哪些東西是要在用戶端做 哪些東西是要在伺服器端做 這個是要好好的設計 就是說 我平常寫一個程式 那就是在單機上面 一個家的程式在我這台機上面 那沒有問題 可是現在你有選擇性的 你現在 我寫一個程式 譬如說我要 要check一個 使用者輸入的 它的出征年月日 出征年月日 我們說這個 民國多少年生 19多少年生 那多少年生的時候 那打進去的是要數字 那結果 如果幾月幾日 今天只有12月 那如果打成20 那這個時候 這個數字或者文字數字 或者是月超過的12 或者是幾日的這種東西 這種的checking